其實人是最聰明的啦 這裡又有個笑話 有一個笨蛋提著男子在路上走 男子裡面裝著十二個雞蛋 突然這個笨蛋遇到了一個人 叫做純蛋 笨蛋自以為你純蛋還聰明 被你擋住欺負者測驗一下你的資歷 只要你能猜出我的籃子裡裝的是什麼 我就給你六個雞蛋 如果你如果猜出裡面裝著多少雞蛋 我就給你前五十二個雞蛋 說完了得意的大笑 這個純蛋就不屑的跟這個笨蛋講 你這不是為他人嗎 你能不能再給我多幾個提示 這提示已經很多了 這個人是比這兩個聰明 比這個笨蛋跟純蛋都聰明 我們佛教徒更聰明 好 解決這一個聰明 這個有一個學校 偵探學校 進行畢業考試 有一個問題是 公路上有一輛汽車在飛濕 跑得很快 沒有開燈 突然之間 有一個穿黑衣服的醉鬼 坐到馬路中 這個時候沒有路燈 也沒有夜亮 眼看那個人就要被汽車創導 但是汽車突然間煞住了 這是為什麼 所以有人回答 這個醉鬼的眼睛突然發光 還有人答 因為這個醉鬼大聲的喊叫 其實都不對 正確的答案是 當時是白天 所以啊 很邪魔的 很聰明 不殺生 不當 不願意當 純不當 也不願意當 笨蛋 這個 中午的時候 馬來西亞的 這個 你的武安叫做 史拉媽本燙 這個 這個病理就叫做 史拉媽蝦 馬來西亞的 史拉媽本燙 我們 作為一個人要聰明 要有智慧 要懂得邪魔 要懂得不殺生 不要當 蠢啊 跟笨蛋 小米考完了 試走出考場 有人問他 考得怎麼樣 他氣憤的講 哼 這個歷史啊 考我出生以前的試 這個地理啊 考我沒有去過的地方 這樣的問題 我沒辦法回答 聽起來好像有道理 其實他是笨蛋 因為我們邪佛的人 知道有西方其樂世界 你氣過嗎 因為氣過的人都會問 對不對 但是 確實有西方其樂世界 我們相信聖元廟 就是 佛陀講的話 我們信仰 我們信仰佛陀 就信仰西方其樂世界 更何況 有人氣了 再回來 師生就是氣了 再回來 你說信仰基督教 信仰基督教 信仰基督教也是可以的 他可以到天國 那你氣過天國嗎 沒有 因為氣過的都沒有回來 那誰也不知道有沒有天國 但是聖元廟 因為是耶穌基督教 是上帝教 是先知教 所以我們相信聖元廟 知道天國 其實我個人不反對 別的宗教 任何宗教都好 任何宗教都好 他們有他們的天國 我們有我們的佛 多是一樣的 只是他們學習的程度 跟我們學習的程度 稍微不同的人 因為其他的 其實都是可以信仰的 到哪個國 都可以的 這個呢 有一個人 上天堂門口 聖元廟 聖元廟 就去給他經歷天國 他說 如果我在這間面 換成書 我信仰有天國 為什麼我不能進去 為什麼我不能進去 那麼你在人間做什麼 我說我是做律師 我還是不能讓你進去 但律師講 哪有 我要請一個更高明的律師 來告這個 審批德不讓我進去 你天國有律師嗎 所以審批德講 天國是沒有律師 第一 律師都是在第一 這是笑律師的 我不是講你們的律師 我不是講律師 律師這也就好 但是律師啊 很難說啦 你說那個 你說那個 我們在美國加爾大 去請一個律師 他就是希望你打翻書 所以 有很多人過河 那一條河 有惡語 有惡語 阿爾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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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惡語 這阿爾格 會咬人的 每個人過那一條河 都被咬 有一個人過河 他被咬 被咬 大家很奇怪 怎麼只有你被咬 開河河的時候 把惡語一張開口 好 我要開始計算 要跟你算錢了 你只要一開口 我就開始 按分按秒跟你計算 這個 這個 律師會 律師會 所以 各位律師會也要律師 我再開口 這個 就要算錢了 這個當然 我們職業 每一個人都有職業 這個職業 有的 比較是好的職業 有的是壞的職業 任何一個職業 都可以發菩提心 任何一個職業 都可以救人 任何一個職業 也都可能會害人 尤其是做官 他可以救人 也會害人 各位 也有一個消耗 一個政治人物 要嫌棄 他到了山中 去造勢 山中的村莊去造勢 不信 搬車了 他搬車了 很多人都死了 然後 一個老人夫 看來 可憐 這些人 可憐 一個一個人 把他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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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已經死了 把他埋了 這個公安 就是中國大部分的公安 警察就來了 他說 你都把他埋了 是啊 都死了 都給他埋了 但是 其中有一個 就講 我沒有死 我沒有死 那沒有死 你為什麼把他埋了 他說 這政治人物的話 還可以信嗎 他一直把他埋了 這是往事政治人物 其實政治人物啊 可以救人物 但也可以殺人物 當政治人物要小心 他可以殺生物 也可以不殺生物 所以我們任何可憐的指令 有好的一面 也自然有壞的一面 記住 大家都不可以殺生 要有慈悲心 慈心難悲 不殺生 今天講十人精甘法 就講經歷 我只講一條 不殺生 不殺外的生 外的生 外的生是生命 不殺內的生命 內的生命 內的生命是會命 千萬也不可以自己自殺 因為是撒但你的佛性 難得最貧重 好懂嗎 各位觀眾 新年一系列的法會圓滿 感謝您護持台灣雷葬寺 為了滿眾生的祈願 連身法王盧聖宴 將在二月十五日 親自主壇 大隨求菩薩互謀大法會 歡迎您把握參加 詳情請殿台灣雷葬寺 雷葬寺 各位觀眾 繼月河的流水之後 我們將再次地 濡入在佛聖宴的豎情之中 法王作家最新情詩發表 對著月亮說話 請您珍藏